男人扎上性感铁腰带 机械脊椎自动吸附 一只芯片被点亮 露出来一米来尝大针头 哭吃一下就扎进了肉里 机械触手挨个出槽 犹如柳树条子在风中飞舞 四爪怪来到实验台 改机械臂里取出实验的核心 穿元素 小爪拽一松 元素球球在半空中漂浮 能量射线疯狂注入 小球球是越滚越大 就在机械臂准备与它融合时 场面突然失控 元素球球吸走了所有的金属 包括四爪怪的大金表 能量照破裂 穿元素大量射出 背功劲蜘蛛侠出现 救下了差点被砸死的钩子 紧接着就去拔电源 但四爪怪死活不让 结果 四爪怪因为芯片自爆而昏倒 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手术时机械手臂突然启动 一爪子轮飞铸刀医生 接着就跟抓娃娃似的 医生护士满天飞 那有胆大的呀 试图用电锯反击 结果 赶 送走一手术室的人后 机械手臂唤醒四爪怪 带下他的眼罩 带他回到了一片狼藉的实验室 梦想毁了 媳妇也死了 人生三大杯也不过如此了 四爪怪算是活够了 但一只芯片自爆销毁 机械臂趁机操控了他的神志 于是四爪怪打算继续实验 可没钱杂整呢 想吧 带着四根豪横的大哥呗 站到银行进库前 哭吃就把大门掰了下来 网出一扔 差点砸中来贷款的W 大哥也是相当有刚 当场撇下自己身子就撩了 化身蜘蛛侠赶来救援 四爪怪四壁乱飞 用钱袋子疯狂输出 W一个不留神被打中 大哥立马把人拽过来 来了个摸脸杀 还没玩够 就地一椅子怼到了银行外头 掰下车门砍飞W 接着又劫走了他心爱的老婶 男人朝阳台外探头一瞅 干 原来是四爪怪找上门 逼钩子掏钱给他买穿元素 钩子这小子不答应呢 结果就被盗淋在了白米半空中 要想让他掏钱也行呢 必须把蜘蛛侠活着送来 而唯一知道他身份的就是记者W 四爪怪听完二话没说 直接就找上了门 恰好W正和大李威威唠车呢 冷不停一辆车破窗而入 朝俩人砸了 四爪怪紧随其后 一看W不可说 一戏之下劫走了大李威威 女神被抓 这一下又把W的超能力给逼回来了 然而从钟楼顶站到了火车头 扒着车皮糊哦 眼看着就要打不过了 四爪怪一爪子怼进车厢 抛出俩乘客就给撇飞了 W救人的功夫 他闯进驾驶室 拉爆超纵杆 刹车失灵 火车直奔前面的断节就干过去了 W扯下面罩 爬上火车头 直接来了一脚杀 他用猪三站住两侧的大楼 使出一股子虎劲 硬是在火车坠毁的前一秒 逼存了火车 而自己也因为体力不知昏倒了 四爪怪趁机将他带走 送到钩子面前 杀不仇人近在眼前 钩子正准备下手呢 却发现对方是自己的哥们 这手到了还是没下去啊 W赶往实验室营就大李威威 将四爪怪怼进水里好一顿胖斗 这时的窜元术疯狂发射 方圆百里的金属全被吸走 眼看着女神要被吸走时 W紧忙射出猪丝将人拽走 四爪怪趁虚而入 正准备黑虎掏心 却不料W抓起电线反击 电流顺着机械臂直接灌入全身 愣是把四爪怪给电明白了 看他恢复了理智 W上前就是一顿嘴炮 成功把他说服后 大哥自己抱着熊熊燃烧的金属球 一猛就扎进了湖底 为此将神推银尸一手 机械改造四爪怪 甩起膀子挺带拍 看着好像很厉害 其实他就是一盘菜 打扰了 四爪怪拎着个老太太 八爪鱼一样行走在白米大厦上 W挡住去路 四爪怪却故意撒手 把大神撇到了白米高楼下 W射出猪丝 用力将婶子拽了上来 这玩法属实刺激 老婶一语散勾渡雕香 但岁数大了力气不够 只往下突露 W试图上去营救 却被四爪怪拽住膀子扯了下来 两人打的是难分难舍 顺强直咕噜 最后直接撞进了人家办公室 这边的老婶子到了还是没扛住 手一松 刚缓 刚缓了口气 烦人的四爪怪却又回来了 这下老婶子可急眼了 一散把雷上他的脑瓜子 小墨镜干洗碎 不幸的是自己又被甩下了楼 W飞身跳下 将人抱住后直接荡走了 打败四爪怪以后 W意外得知大理威威已经订婚了 好友狗子也因为他不肯说出蜘蛛侠的行踪 给了他俩大耳雷子 点倍的W郁闷到了极点 网出甩丝 丝还没了 紧忙爬起来重振雄风 低头却是一个咯噔 完了 恐高了 无奈之下 只能回头去搭电梯 那场面也是相当尴尬 W悲催的发现 不仅丝没了 手指肚上的倒刺也没了 可恶的近视眼也回来了 此时的W失去了超能力 一气之下丢掉战衣 重新做回了普通人 而他的战衣者被一流浪汉捡到 以100块钱的价格 卖给了痛恨蜘蛛侠的暴舍老板 很快 蜘蛛侠隐退的消息传满全城 失去他的守护 城市的犯罪率提高了75% W一瞅这不行呢 他试图唤醒超能力 做好心理建设 爬上房顶众身一跃 结果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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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